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自定义函数 那什么是自定义函数呢 在Java中 我们在一个类里面是不是可以定义很多的function 很多的方法对吧 那么这个自定义函数呢 就可以理解为Java中我们自定义的方法 OK吧 它的一个代表了一组或者说一个命定的集合 表示一个功能模块常用于模块化变成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以后大家以后工作之后 你们的这样一个大数据的项目 这样一个流程线 想要做一个定时任务对吧 自动化脚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程序啊 它并不是说所有的程序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执行的 比如说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报表的功能 每天呢 我们这样一个有这样一台服务器 但是呢 白天服务器是不是要对外提供服务 对吧 如果说你要运行一些很大的任务的话 对系统资源占用比较多 导致服务器的运行速度比较慢 对吧 所以说我们很多的定时任务执行都在12点以后 对吧 比如说你们的boss对吧 要求每天12点开始执行一个报表的任务 然后呢 这样一个报表的任务大概耗时三到五个小时 那总不能你每天半夜定个闹钟爬起来 然后远程连一下公司的服务器 然后爬下任务 然后然后接着睡三到五个小时 然后再来个闹钟 再起来把这样一个结果发送给你们boss吧 这肯定是不现实对吧 当然可以啊 但是如果说三个月之后 大家可能就去看医生了对不对 生命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所以说什么叫自定 什么不是自定呀 什么叫做自动化脚本呢 就是说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你按照这个时间点来 你只要把这样一个 把你的任务的一些流程写好 就可以让它自动运行 我们后面讲定时器的时候再说 但是写的时候 是不是要写这样一个 写这样一个功能模块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的功能模块很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就是这样一个自定义的函数这种形式的 好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排数的一些重要的说明啊 它必须先定义再调用 我们之前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说过 share是一种解释执行的语言对吧 待会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如果说你不定义 不定义 你是调用不了的 我们说它的一个执行顺序是 从前往后对吧 从前往后 然后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使用return value 来获取函数的返回值 正常情况下 还不可以不写这个 它默认的会把你程序最后一行执行的结果值返回 当然了 它返回的只是一个印刺类型的 这里看这里 0到255 0到25 把最后一条命令运行的结果 我们之前是不是可以通过dollar问号来获取 获取什么 是不是可以获取一条命令的运行结果 是零还是非零对吧 那这个时候 它return的就是这个值 就是这个值 第三个 可以使用脚本中的变量 那我们来看一下函数怎么定义 函数名 其实可以看这里 这个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定义方式 function function lain和小括号 小括号 但是呢 这个function 这个关键字 和小括号 都可以省 明白吗 都可以 虽然说他们都可以省 但是你必须保至少保留 一个 OK吧 这两者选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定义一个 还是来这里 VN一个叫做 FUNC 点 shell 走 并下的一个 vshell 比如我们定义一个 FUNC TLN function 这是一个关键字 对吧 这是关键字 然后是 LAM 比如说我们的LAM 叫做 START 给它一个中括号 然后这里可以写 写写写什么 如果IQ 一个叫做 START START 那后面是不是可以再来一个 Service HTTP START 对吧 相当于执行一个命令 对吧 我们再来一个 FUNC 把这个省灭掉 START 加上一个括号 对吧 然后 ECHO 一个 STOPP TP NG 然后再来进行一个 Service HTTP START 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个 叫做 RESTART RESTART 我们什么都不定义 什么都不定义 来一个 输出叫做 RESTART RESTART 然后这里定义一个 Service HTTP RESTART 对吧 因为它有这样一个 RESTART的选项 我们还可以定义其他的 对吧 我们到此为止 好吧 不定义了 那现在呢 我想在这里 比如说我START 是调用一个 没问题吧 那接下来呢 我在这里定义一个 调用一个START 没问题吧 大家说 哪一个会被执行 看一下 再来说一下 SHELL脚本的三种运行方式 点杠 先得清晰mod加X function 然后我可以通过点 Function来执行 对吧 还可以通过BASE Function来执行 对吧 还可以通过点杠 Function 是不是得加一个 哎 不用加的 是报错了 对吧 为什么报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START Unload Job Unload Job 我们说了 这个关键字和括号 必须至少选一个 对吧 那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解决了 走 21行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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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MBER 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不加Function 就必须给他加一个 小货号 OK吧 我们再来看 再来执行 他告诉你 什么 这是什么 START Missing Job Lane 我们说过 对吧 是先定义 后 执行 就是说 这样一个START 他根本不能识别 没问题吧 所以我们说了 先定义 再执行 把它干掉 这个时候 再执行 应该就是 我这里的HTTP HTTP 这个服务是没装的 所以说他报 报这个错 但是这个是不是执行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 看一个 比如说我再来VI这样一个Function 我们刚才是不是执行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START 对吧 如果说 我想在这里传入一个参数 不是这里啊 我想在这里 我想ACR一下Dollar Dollar1 Dollar1 可以吧 我怎么敲了多次 Dollar仅 Dollar仅什么意思啊 啊 参数个数对吧 那大家说一下 我这里会 来 Dollar 仅 等于 大家说一下 我就是执行的是这个 stop 没问题吧 还不是这样 我可以在这里加 加什么 比如我现在加了两个 加了三个对吧 那我这里Dollar仅会显示几个 看没有 几个 还是零个对吧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想要调用参数 想要调用参数 必须在调用方法的时候 传入参数 OK吧 比如我传入一个Dollar Dollar星 Dollar1 好吧 传一个 可以吧 那这个时候 大家再来说一下 再来说一下 是不是就是1了 因为我这里是不是只传了一个 对吧 明白吧 如果说你想在方法里面 调用这里的参数的时候 就必须把参数给他 在调用的时候传进去 OK吧 明白吗 这个 没问题吧 这个就相当于函数需要传参一样 对吧 就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 好 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自定义函数 自定义函数 那他的返回值呢 我们来可以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想让他返回一个 我就把这个干掉 Return Return 一个 123 咱们说他会执行吗 会吗 我执行的是哪一个 Stoppin 是吧 我看一下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 就换一个 换一个 Restart Return 一个 ABC 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 绝对是一个死均的形式 对吧 Restart 是不是调用了一下 走 再来 Facef Function 是不是告诉报错了 看没有 19行 Return 一个ABC的时候 报错了 对吧 因为他必须需要一个 Nins的类型 那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自动的转了一下 所以说这个地方需要我们注意一下 正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不写 不写这个Return OK吧 不用写的 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脚本 调试 脚本调试 什么是脚本调试呢 如果说 你的脚本 Shell脚本 它有什么问题呢 就正常情况下 大家在Windows上 写这样一个Shell的程序 然后再拷贝到Linux上去 它可能不兼容 可能会报错 因为它的一些文本的格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 而且还有个什么问题 大家后面工作中 写脚本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有很多的业务逻辑啊 但是呢 这个东西啊 它又不能在Windows上去看 只能说你写完之后 你运行一下 才能看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脚本调试 就是说当我们脚本完成之后 我想测试一下 至少先测试一下 有没有语法错误 对吧 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 这里是不是有很多的Shell对吧 我来修改一个 比如说我把他的一个fi去掉了 去掉之后 这个是不是会报错呀 我们就可以通过 程序之前就没有运行脚本之前 可以通过 -n这样一个 选项来看一下我们程序的语法错误语法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执行就可以看见了 对吧 然后我们把它改一下改回来 再来执行一下 什么都没有提示 说明语法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在执行的时候 在执行的时候加上一个-x -x 输入名称比如说来个root 我这个没加上去 再来一下base-xif.shave 你会发现 它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加号 类目 然后让你输入名称对吧 root 走 看一下 这些是不是就是调试的内容 我们这里写的是什么 dollar 类目 对吧 他会把dollar类目的值 替换掉 对吧 替换成他具体的一个值 然后 打印一下每行对吧 这个-x的选项 这个-x的选项 就是说我们在执行脚本的时候 显示一下脚本的 脚本的这样一个变量的 调用名称对吧 我们定的是不是一个dollar类吧 他会把它值具体的替换掉对吧 还有一个叫做bass-n 哎 刚才我们是不是已经说过了 还有个叫做-b v是什么 我们 打包命令的时候 v是不是查看呀 然后来个if.shel 他有一个什么作用呢 就是说可以 看见所有的这样一个脚本的 内容脚本的内容 哎 你会发现 是不是正常情况下 这行就不会 我们执行的时候就没有这行对吧 但是 有没有发现 你注册 他判了 这些结果值是不是都是他的一个打印对吧 然后最后 这是我们 root输出的这结果值对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 三个 有三个 -x -x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在shel脚本中添加set-x 对部分脚本调试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if是不是有if和elseif elseif这些区别对吧 就是说你把这个set 我来演示一下吧 一说 就相当于说 你把 你把set 写在这里 那么他只会调试 这里的内容会调试吗 不会了 不会了 我们来看一下 -x 这时候就已经不用再加-x了对吧 叫做if-sev name等于 name等于root 他是不是只会调试 呃我看一下只会调试这里面的东西 没问题吧 部分部分就是对你的这一个部分进行一个调试 ok吧 ok 吧 来看一下 -x 执行脚本并显示所有变量的值 在脚本的中添加 就对就是对部分脚本起作用对吧 -n呢 只是检查语法 只检查语法 -v是执行并 执行 并显示脚本的内容 没问题吧 好 大家把这两个练一下 -s